荧幕前的你们看过来 对不对女孩不要走开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 新代宝宝看 我是你们今天的新代主持人宗盛 在上季节目里 我们探讨了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 那这个星期 我们来继续探讨另外一个难题 也就是变与不变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在底下留言问问题 或者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哦 此节目是由 新代酵素冠名赞助播出 比如说变没问题 请找新代酵素 变与不变 是15分72变吗 不是 那还有什么含义呢 有一个来自火星的萨诺斯 毁灭世界一般的萨诺斯问我 主持人 你是讲定义变与不变 我的话我觉得 是取决于个人 看他是要改变他的生活习惯 改变他的科业 改变他的工作 还是改变他的爱人 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分享 他说 人性本善 人性本恶 是可以去改变的吗 从小地之规 我们都被 人知出性本善 那人性都是本善啊 哪里还来本恶 来自陆地的人民公主说 有些小孩子从小就被送去战场 他们就拿起刀枪 对付他们的大人 可是他们是因为环境影响 所以变成恶了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他是本善 还是本恶 对 我认同他的看法 因为 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事情的真相 我们就去定义 这个人是恶 这个人是善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 人性本无善恶之分 只是取决于 你愿意变还是不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分享 我们有缘再会 拜拜